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菲林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拯救平村计划 我们看到了这个计划 如何以小额资金 协助印度贫困的村民们自力更生 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 也让他们建立了自信 与肯定自我价值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 第一位是玛娜有机生活 生活促进会的秘书长 陈雅珍 陈小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来自印度的 福人大学副教授 陈木西最神父 师父您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吗 我感到很高兴 我想我们在今天的影片中 看到了这位律师 他透过了一个计划 对台湾人来讲 小小的金钱 可是对村民却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就会有一个疑惑 怎么会有这么贫穷的村庄 那个圣本来是比较穷的地方 背部的游的圣比较穷 为什么 游的地方下雨不稳定 没有下雨 它们比较沙漠的地方 所以它们农民 所以没有下雨的话 农业里面没办法赚钱 有钱的人也有 有钱的人也有 因为那个印度的那个 Cast System 那个定位是个不一样的程度里面 有钱的人有钱 有读书的人有读书 很穷的人很穷 永远穷的人也有 所以其实它们的贫困是来自于它们的整个先天环境上的气候的不好 那也许也没有机会可以受教育 在影片中看到这个计划很重要的就是要村民自己参与 而不是看到他们很穷困就给他们金钱 是希望他们有自己这个自立站起来的能力 其实跟亚珍目前你们在跟神父一起在做的这些计划是 精神上是非常类似的 那是不是可以请亚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 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主要是有机农业为出发点 那其实在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有机农业 就是诚如您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希望给的是一个不是只有给协助 而是让它自立 那其实从这个方向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切入 一个就是生态 那这个生态的部分是土地就是原住民的母亲 所以从土地来切入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永续的发展的时候 就选择了有机农业 那在这整个协助的过程当中 会比这个影片当中复杂一点 因为是有机农业 它其实牵涉到的就是除了技术以外 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 我们给一个鱼吃不如给它钓竿 但是在台湾比较不一样 我们除了给它钓竿 还要告诉它鱼池在哪里 甚至要去创造那个鱼池 因为我们可能给了它钓竿 可是那个地方是没有鱼的 所以在整个发展上来看 我觉得这是因为台湾的关系 就相对的复杂很多 所以就从有机农业的技术 到有机农业的一个升级 甚至到有机农业的市场 这样子来做发展 再来一个问题其实是 对于这个在影片中的这位律师 那他原来是来自于这个贫苦的村庄 因为有机会受教育 而有办法脱贫 那现在等于是抱着一个 回馈乡里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神父他自己 也是离开了这个自己的国土 然后来到台湾服务 那是不是可以先请神父来谈谈看 您当初的这个决定 还有这个心情 我愿意要当神父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真正的当一个 专教师 我们的修会是沈阳会 沈阳会的那个特色是要做 专教的工作 专教的工作也是很秀的地方 去那边有服务的 看看那边有需要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因为我长大的地方 还是有蛮稳定的地方 可是这个学会请我 要不要去那个印度的北部 要不要去那边 可是我读研究所的时候 在印度快到三十岁的时候 他们请我 我要不要去来到台湾 当一个专教师 我那个时候 他们也很清楚告诉我 在台湾我们有福人大学 那个大学里面需要一个老师 所以看一看你 又愿意要去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是1980嘛 1980我来到台湾 学中文两年 那个时候我在印度的人类学 硕士毕业的 国立大学人类学毕业的 所以他们说 你来台湾福人大学工作的话 一定要博士的定位 也不要去美国 要去读书 等我来到加州 San Francisco 我最近上 我拿到我的博士 是心理学方面 所以我来到台湾 1994 我觉得这个影片 做得很非常好 这个那个福女们 真的愿意要堕入 照顾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经济真的不好 他们的经济本 为什么 印度的定位很低的 一个团体里面 很穷的人很穷 永远他们很穷 因为他们没办法藏起来 因为有钱的人压迫他们 他们用他们 因为没有钱的人 这样的定位很低的人 他们原来没有独地 他们没有钱 如果他们要 他们的家庭里面 一个女孩子要结婚 他们跟有钱的人也结婚 但那个钱没办法还给 他们永远被压迫 为了有 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 印度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的地方 给这个影片的那个律师 那个研究的负责的人 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希望 所以那个地方需要 有人有organize他们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做得到 他让你去那个地方 那个本来是那个人 比较了解那个乡下的文化 他了解那个很穷的 那个人的生活 所以他真的堕入 他真的跟他们一起来往 所以一个地方要成功 一定要跟他们来往 跟他们一起 跟他们吃饭 跟他们了解 跟他们一起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跟他们一样的 感情是很好的 感情 很好的感情 所以那个会信任 还是有没有信任的人 一定会有 一定乡下里面 乡下的文化不一样 你没办法改变 马上可以改变 你必须要跟他们一起 跟他们来往 跟他们陪伦他们 才有办法 跟他们一起吃饭 生活 一定让他们这样的 你的意愿 然后来的人 大部分是妇女们 只有一个男孩子 对不对 他们有搞成毕业的 对 但跟他们 给他们希望的时候 其他的人会看 他们会有发展 所以需要一个这样的 一个出来的 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 我很喜欢台湾的 平等的文化 因为没有有见的人 没有见的人的那个 difference 很少很少 每一个人 我知道因为我在 我在18年 在福人大学工作嘛 专人的老师 我也看过没有钱的 那个一个普通的婚友 他的孩子们也有很大的机会 读大学 这个是很好的机会 可是在印度没有 一方面是印度 一方面是印度 让他们这样的分别的 这个是一个文化 印度的两千年以前的文化 所以我们的国家独立的时候 法律里面都是我们都是平等 可是实际里面 实际上的状况却不是这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尤其神父 所以很凶的地方 没有教育的地方容易被压迫 所以这样的地方 有人可以去跟他们一起来往 跟他们一起生活 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 NGO肯定他们的能力 他们本来是有能力 他们本来可以赚钱 他只是没有这个机会 他们本来一个怀来的一个人民 所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很重要的 的确 而且其实刚刚神父在分享里头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这些没有土地的人 或者有一些人 他虽然有土地 可是因为他没有钱 他必须需要把自己的财产 拿去抵押给银行 或者有钱人 而且在影片中提到 那个利息非常高 三成 那这样三成的利息 他等于就是为了要去偿还 这个利息 陷入了一个 平穷的轮回里头 刚刚我们在影片里头 谈到的是印度的状况 可是在台湾 您在接触到一些 需要帮助的原住民的时候 看到的状况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可以 亚正来跟我们谈谈 你在台湾看到的这个 原住民比较普遍的困境 是在哪里 原住民的大部分的地方 都在比较山区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觉得 他们应该是生活所需 比较便宜 其实不然 他们的孩子上课 上学都要很远 尤其是只要要念国中 就一定是 就要离开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谈到土地的部分 因为原住民原来的文化 跟我们的货币文化是不一样 他们是属于义务义务的文化 就是也比较开放 所以当他们比较不会 除了财务管理 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困难 因为没有货币的文化 那另外一个是 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 就是把土地卖掉 所以其实慢慢的土地也流失了 这个是 虽然我们有原住民保留地的一些政策 不过在部落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 没有工作机会 所谓的工作机会是 如果我们要活着 要活下去 我可以自己种菜 是活得下去的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教育 父母一定要赚钱给孩子 为了孩子的教育 所以这相对的是 父母他们必须也要用这种方式 去取得钱 所以在部落里面 也是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比如说打个比方讲 我们上一趟阿里山来回是十个小时 我只有到半山腰而已 还没有到山顶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即使我们要去做服务 它也比在都会区的服务 难度高很多 对 成本高 难度高 在那边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普遍遇到的困境 不过身为一个社工员 如果老是看到困境 就不会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也觉得原住民的部分 也是他们很单纯 很快乐 他们容易相信别人 那当然容易相信别人 就容易被骗 所以这个跟影片里头 其实贫穷的人 他们就是已经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不在乎 也愿意尝试 take a chance 就是有一个机会 如果可以让他 他就愿意试试看 对 愿意试试看的话 那他其实是愿意试的 但是过去我们很多的单位 或很多人也到部落里头 我们愿意去 我们总是愿意去协助 但是不太可能像我们这样 我们一年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五六年每一个礼拜 甚至这样子跑 这是困难的 所以就沉入刚刚神父在说的 这样子的工作很重要是陪伴 所以我们在山上的工作 很难只有顾虑到有机而已 有机是为了生活 那因为有好的山水 因为有好的环境 然后我们在推动有机 其实没有在观念的推广上 并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他们本来的耕种方式 其实就是有机的 对 没错 那反而遇到的困难是 他觉得这是可以吃的 为什么市场不要 对于品质的提升 反而是我遇到比较大的困境 有机的推动是 我们后面要做教育 说它所必须要存在的 因为它要做经济的提升 背后其实重点还是在于 怎么样做整体教育的提升 我们才可以功成身腿 让在地的人能够继续在那边 为自己的人服务 就像影片里头也有提到 当我们要去帮助到 一个环境的时候 要如何去跟当地的人 建立这个信任感 这件事其实是最重要 但是却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尤其是刚开始 他们在建那个牛棚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很好 他觉得整个建设的成本 应该可以省下来 因为村民应该会来帮忙 可是村民却没有来帮忙 那是不是可以请雅正你来谈谈 你们一开始在原住民部落 去推动有机的耕作 最大的一开始的挑战是什么 跟人的挑战上来讲 像影片当中遇到 其实我们都有遇到 比如说我们在部落里面 我们自己的理货厂 我们自己的电脑教室 然后我们的茶厂 这些建构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有一次自己来 但是不可能每一件事情自己来 因为都是在台湾是专业的 盖那个礼货厂是自己做 那盖茶厂就请专业做 地主比较会有比较大的反弹 因为他觉得说 为什么你做我的地 是随便做不是专业 然后你做别人的是这样做 在部落里面工作也是遇到相同的困难 我们就会材料请他们提供 但是他们来做工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要给工资 那最后那个解决的关键是什么呢 我用的方法就是摊开大家讨论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我会问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我只有这么多的钱 我只有这么多的预算 那我们要不要做 首先是要做 那就这么多 那大家来说怎么做 但是在那个过程 我们其实自己内心都要了解 他们大概会怎么去做结论 那结论通常都是跟我们原来预期的是相同的 只是要让大家也能够去体会到 您所看到的问题 对 刚刚神父在分享时候有提到说 当一个帮助他很重要的成功关键是陪伴 我们要陪他吃饭 陪他喝茶 让他们产生这个信任感 那可不可以请神父你来举一个例子 在整个陪伴的过程中 你可以借由陪伴怎么样去 等于赢得他们的信任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的乡下差不多二十五年以前嘛 我送他们一笔钱 为了我住 绝境 我的乡下 他们没有那么好的下雨 所以父女们很辛苦了 那个时候 二十五年以前 他们本来是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 的 CAP water 怎么说 来 开来水 没有自来水 自来水没有 所以这个二十五年以前 他们说 神父我们很需要一个well 因为我们的父女们本来是要去 很远的地方 差不多放空里嘛 拉水 然后要抬来 他们的头上面要抬来 用为了厨房啊 还有洗衣服啊 洗小孩子们啊 洗洗澡啊 这个都要做 所以很辛苦 他们们也会最终去找大家 比较远 一公里啊 去别的水带来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挖的时候 他们很好用 那个挖的地方 一定很重要的 因为墙下里面 必须要公平 如果你挖一个毒地里面 没有别人的毒地 所以他们会吵架 一定要公平 一定要他们要讨论 他们要必须要信任 很多困难也有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研究到出来 蛮不错的 这个 所以他们 他们挖的well 那个 那个dick的well well什么叫 进 那个well dick是我们的坟墓的地方 哦 我们本来是教会 有一个很大的坟墓 当然有人说 坟墓旁边你挖那个水 所以这个不好挖 有complaint的人也有 我听到我在美国那个时候 我自己的家也不喜欢 为什么他们有挖的那个水在那边 因为他们说这个不好的 因为坟墓的地方 人都不愿意要去的地方也有 可是只有这个一个公平的地方 可是那个水来的时候 那个水很有天的 不是有鲜的水 不是salt water 有很有天的 有很好喝血 所以那两年他们用的很多 因为没有下雨嘛 这个他们都是 上帝给的恩绣 他们都很有用 然后以后他们洗衣服 然后他们要一个motor motor有泡 motor泡 有要洗衣服 那边去洗澡 那边要用 也用的很多 那个水不应该你们浪费 洗衣服啊 洗澡啊 都可以做 那个整个水 一定要装书 所以我们装了差不多 两百个书 我们装了 所以都一起来做的 所以这个水拯救他们 都一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成功 很大的成功 另外一个 我一笔钱给他们 买牛 给很穷的家庭 因为我不在那边 我在美国 我让他们做 可是我看到照片 拿到的人 不是很穷的人 都不是 所以你要很清楚 当地的状况 才可以把真正需要的 给最需要的人 所以那个里面 我看到照片 他们送给我美国 我看到的是 有的是有钱的人拿到的 因为有钱的人的声音 很像在里面 当然大部分 是没有钱的人拿到的 当然他们没办法养牛 因为他们没有 那个东西没有养牛 他们没有地方养牛 所以其实这个神父的例子 就告诉我们说 那个陪伴很重要 我自己不在 那个需求不是很假 这个是我的想法 给他们牛 很穷的 可是他们开会的时候 有钱的人的声音很大 所以想家里面不是那么容易 没错 有没有很穷的人 哪个拿到牛 可能只有四分之一 可能是一般的人拿到的 百分之五十 还是活得下去的人 可以拿到 还是有四分之一 是有钱的人拿到 这样其实就造成资源的浪费了 所以你没有哪边生活 没有需求很像 因为有学的时候 其实就很像 他们完全没有学 他们活不下去 他们很痛苦 没辛苦 那个时候去那个 开市那个东西 还有中书 洗衣服 机灶 都有成功 所以不一样的 两个都一样的 我的自己的想象 做的事情 一个是成功 一个是没有成功 的确 而且其实我们在影片中 可以看到说 这个 我们要选择帮助的方式 非常的重要 把这个资源放对的地方 它就会有很大的效果 计划里头 它其实只花了台币三十万 帮他们建了一个牛棚 然后买了十几只的母牛跟小牛 那台币三十万 帮助了十几户的一个家庭 让他们很 有自尊的这个活下去 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请亚珍您谈谈 在您自己投入去帮助 我们这些原住民朋友 那他们 当他们需要的时候 你在重入这份工作的时候 你觉得对你自己本身 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自己最大的意义 我觉得是我 我很感谢天主 他给我这个机会 去实践 他想要教我们 他在福音里头的教导 这是我对我最大的意义 那另外一方面是 我觉得对在过程当中 因为在部落里面 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所以怎么样让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 怎么样让所有的人他们发现 合作是会让大家更好 跟合作这件事情 其实是福音的教导 那跟着福音的教导 并不是我赚多少钱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或帮助别人 而是他可以在每天的工作中 每天的生活中 他就发现福音里头的真善美 那这是我在我工作当中 我发现了我们的班员 都发现了这个事实 跟这件事是让我觉得最开心 跟最快乐的事 所以其实我们要帮助一些比较贫苦的人 要站起来 很重要的一个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付出那个陪伴 他们有时候需要的帮助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支点 只要给他们那个小小的支点 他们就可以活得更有自信 更有希望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去感受到 在我们的信仰里头 教导我们的这些真善美 那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来跟我们分享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 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地球证词 感恩 真是美好 小范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